元世凯为何急于称帝 是谁将元世凯推向皇帝的宝座 又是谁导演了复辟的闹剧 1914年12月23日农历年的冬至 元世凯在天寒举行了盛大的祭孔仪式 有人说元世凯试图高举尊孔复古的大旗 恢复秩序 也有人总结 这是元世凯登基称帝的一次彩排 曾有传说 元世凯深信称帝是打破家族宿命的唯一方法 这种宿命是元家南丁活不过60岁的魔咒 已经57岁的元世凯 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终身制的大总统 距离皇帝的宝座也不过一步之遥 在那种旧的政治制度下 它不可避免 无论是人他在年轻的时代 或者是在这种千针万把中 他可以保持清醒头脑 那么一旦他成了最高权力的执掌人 那么他就要受到这种 独立也就是这种独裁政治的惩罚 有人曾将低质责任进行量化 说元克定应该承担七分 元世凯只承担三分 在元世凯称帝过程中 大公子元克定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为了他自己的皇帝梦想 元克定专门策划了一出好戏 为的就是给元世凯报告好消息 元克定曾经在告诉我祖父 说我在故宫后边 看见地光了 说那个非常亮 我祖父说就是挖地三尺 看看到底是什么 结果挖这个石碑 那是他一先买好的 说多数年以后 应该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真龙天子 应该黄袍加身 我们老家的坟定 生出一棵树 是龙 是龙树 甚至于是 在什么地下 还埋着什么宝藏东西 说元家将来要出一个 这个龙人 他就说是 他就做皇帝 为了心中的太平天子美梦 元克定抓住 能够抓住的任何机会 他派人每日伪造顺天时报 英国的太晤士报 送给元世凯 只收录赞成元世凯 推行地质的文章 并发起组织筹安会 使元世凯误认为 推行地质是民心所向 满天过海偷梁换柱 却一直没有露出马脚 直到元世凯向各国公使 发出称帝召会 遭到反对 元世凯才明白 那份鼓吹称帝的报纸 是给自己一个人看的 我曾在一本杂志上 我写了一篇稿子 就是说元克定 是历史的罪人 也是我们家族的罪人 为了拉拢一切 可以利用的力量 元克定想到了杨渡 两人一拍即合 1915年8月14日 杨渡串联孙玉军 李谢和 胡英 刘石培和严复 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 鼓吹君主立宪 全国请愿联合会的首脑 梁士仪 则组织了诸如妓女请愿团 警察请愿团 乞丐请愿团 等形形色色的请愿团体 恳请元世凯称帝 在全国请愿联合会 及筹安会的推动下 迅速掀起了一个 请愿立宪的高潮 京城各界 各省代表 都直接向参政员 称帝请愿书 元世凯的皇帝职位 似乎已经水到渠成 因为这是人心所向 天命所归 一切都只是遵从了民意 1915年12月 元世凯在故宫正式挂牌 成立了自己的御用机构 大典筹备处 为即将来临的宏建帝国 筹备国号 年号 国旗 朝福 12月13日 在中南海的住处居人堂大厅 元世凯举行了仪式 接受百官朝贺 12月31日 元世凯下令 该1916年 为中华帝国宏建元年 并在元旦登基 元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局 在此时 终于达到了高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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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完